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 要開始拖嗎 他們說要提高收視率 就要我修胸肌 大家要看嗎 收視率飆漲會不會 變美的方式 從儀器 注射 微創 到手術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一個只會注射的診所 沒法給你全面的處理 一個只強調手術的醫師 也不能給你完全的建議 提供全方面的知識 打破商業化的謠言 選擇最適合的建議 為什麼有很多的人 自願先入院的套路 就是因為 他其實心裡面 已經知道自己 已經有嚴重到一個程度了 他常常會悟心 很多東西靠微整形 一定可以改善 所以你一定要認知清楚 你自己處於哪個階段 就要用不同的治療方式 好 我們今天來講一個 沒那麼嚴肅的話題 但是我覺得它是很重要的觀念 大家都想要變年輕 很多人 他可能覺得 臉有點鬆有點脆 於是他走進了醫美診所 走進了整形診所 然後他就諮詢 這個時候可能有些診所 然後他就告訴他 你應該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你先來試試看看 你可以先打這個儀器 我們的儀器是最新的 聽說這個不用開刀 就有這個樣的效果 打完以後 哇 怎麼沒有感覺 不然我們現在來打一點針好了 我告訴你這個針 然後那個注射拉體 非常有用 打完以後 可是還是垂 那不然我們現在換拉線好了 挨個底針 好 現在好一點 可是我這個在意怎麼樣 怎麼還是在 看來我們只能幫你開刀了 欸 開完刀 其實我本來是不要開刀的 結果我現在從 從儀器 微整 微狀 到手術 我全部都經歷了 其實我這裡就今天要跟大家分析一個概念 我們在做這些醫美跟整形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要先診斷 你去醫院看病 喔 我可養生 我都不用診斷 你這一定是COVID-19 是這樣嗎 不是嘛 對不對 你要診斷你是什麼問題 你在針對你的問題來做處理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概念就是這 大家最在意一件事情就是老化 處理老化 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一個選擇 就像我們這個畫面 回春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叫做保養 第二個階段呢 叫做維修 第三個我們可以叫做重建 我再舉一個例子 大家更容易理解 今天很多人卡陶屋 卡陶屋大家知道嗎 突然叫做膝蓋 如果以膝蓋而言 你每天可以怎麼樣 微骨粒嘛 是蓋片嘛 這也叫做保養 那什麼叫做維修 維修就是 但是你因為保養不當 你的膝蓋已經開始不舒服 會痛了 你可能每隔幾個月 維修是用月當單位的 每隔幾個月要去幹嘛 打膝蓋的玻尿酸 打膝蓋的PRP 去讓膝蓋做一個維修 可是如果你這中間呢 你都沒有管它 你的膝蓋已經很糟糕了 你走路都已經有困難了 請問你這次吞微骨粒來得及嗎 來不及嘛 如果你今天已經很嚴重了 你應該要做的是 幾乎到重建的這個階段了 你還會覺得 保養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嗎 這個時候 你就會保養 消除已經不大 如果你今天 維持的狀況很好 你可能只需要做一點維修 做一點保養 你就可以維持得很好 你就不一定要做到 這麼大的手術去做一個重建 我跟你講關鍵就是在這裡 為什麼有很多的人 他會去浪費一堆錢 去自願先入別人的套路 就是因為他其實吸引念 已經知道自己已經有嚴重到一個程度了 但是他始終不願意接受這件事 好 那我還是試看看打玻尿酸好了 然後結果玻尿酸打了十幾二十萬 最後還是去改刀 因為他這個時候要做的是重建 他一直就覺得做這一個階段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他就很容易被人家套路 所以你一定要認知清楚 你自己處於哪個階段 就要用不同的治療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來看這個 跟我長得有點像 史恩康纳萊 史恩康纳萊 你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 你知道史恩康纳萊是誰嗎 史恩康纳萊 史恩康纳萊是007啊 歲月是把殺得這麼高 你看年輕的史恩康纳萊 非常的帥 但長得這麼帥 他還是要做一些保養 我們再來看一下 考克斯知道是誰嗎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你要維持你的年輕 你的帥氣 你的美麗 你這時候要做的就是每天保養 就像一個房子 一個新房子要維持他很新 你是不是要常常幫他打掃一下 這每天要做的事情 這個叫做保養 所以如果你的狀況很好 那你做一點保養 是OK的 好我們繼續看 那什麼叫做維修 同樣我們來看 史恩康纳萊 他隨著年齡 他開始有一些老化的狀況 開始有一些鬆弛 然後他開始皮膚的狀況 或許沒有以前年輕的那麼好 沒有那麼飽滿 這個時候要做的叫維修 比如說像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已經用了幾年了 他開始牆壁有些斑駁 我們要幫他做一點粉刷 就很像我們要幫你打打雷射 所以這種狀況 你用一些儀器處理 可以幫你維修一下你的狀況 這個時候效果是OK的 再比如說我們看 我常常說我們臉 就像是一個在斜坡上的一個房子 那慢慢的房子 開始有一些 不是那麼平整的地方 這時候你要做一些維修 可能要補補土啊 用用牆壁啊 就很像臉 你要幹嘛 做做微整形 打打針 把一些流失的地方馬上補起來 這個叫維修 我們來看喔 每個人都會老 歲月是把殺豬刀 他會在你臉上刻下一些痕跡 就是沒什麼 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再漂亮的美女再帥的這個帥哥 我把它講成再帥的美女再漂亮的帥哥才能講錯 為什麼你要講再帥的光陣 我要講的重點就是 當你老化到一個程度 就好像這個房子 它結構都已經傾斜了 它的梁 它的柱 都已經老化 這個時候 你在用微整形 一直拼命珠子拼命珠子 有用嗎 沒有用 你這個時候要幹嘛 你要把房子重新把它弄正 房子已經傾倒了 你這個時候還在那邊粉刷幹嘛 你知道那邊補土有用嗎 你這個時候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把你的梁跟柱子重新把它重建起來 這個時候就要用手術 很多客人他就會一直抱怨 然後我之前去打什麼針什麼針都沒什麼用 就我女兒打就很有效 同一個醫生打怎麼差那麼多 不是這樣的 因為你的結構已經變了 當我們幫你整個結構重新恢復年輕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再回頭去做一些保養 你在做維修 你就說哇效果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你的房子已經重建過了 所以手術重建 可以讓你從一個保化比較嚴重的狀況 回到前面 靠著維修或保養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其實我發現很重要的一件事 現在在醫美跟整形很多人 他會誤信說很多東西靠5A整形一定可以改善 我先講很多人說 張醫師你是不是很反對微整形 沒有啊 我自己是幾個國際原廠的那個KOL 我是他們的教學醫師 我微整形我做非常的多 因為我看到現在很嚴重 有很多人我一看 他的狀況已經完全不適合拉線了 完全不適合只靠玻尿酸注射了 還一直被洗腦說 不要做這種侵入式的東西 因為有很多的地方 他已經有一套的商業SOP 好他應用人害怕的心態 讓你每個流程都給他走一遍 最後你還是走到了你該走的那一步 然後你會發現我前面在幹嘛 錢都反花了 對啊 其實在抗老過程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 沒效才是最貴 有效要找專業 對沒錯 你要先知道你的狀況落在哪裡 你應該適合的是保養維修還是重建 好不要花冤枉錢 好我們今天把這個概念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用房子也用膝蓋的概念來講給大家聽 大家應該會更容易理解 我們錄了非常多影片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或者是你覺得你想要知道哪方面的疑問 也歡迎大家在線上問我們 你可以在我們的官網或直接在我們YouTube 在我們臉書上面留言 或是你可以直接LINE或是微信上面 輸入我們的代碼 那就可以找到我們的這個專人 可以線上幫你服務 然後也可以把你的照片傳給我看 我都會自己親自看 然後會把你的問題把它寫出來 好今天就到這裡了 拜拜 這事情 每天都需要 發生對 還可以 請你們 变美的方式从仪器、注射、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 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 提供全方面的知识,打破商业化的谣言,选择最适合的建议